到了1971年 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案之後 聯合國所有的會員國 都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 唯一合法的政府 那我們就來談一談 什麼叫做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的中國一個政策 跟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 是不是完全相同 這裡很坦誠的跟各位說 既有很多大部分相同的地方 但是 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美國來講 他說 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台灣獨立 這是連貫下來的思考 台灣關係法 三個公報 對台六項保證 哇加起來洋洋塞塞 好像有六項的文件 這裡面 美國人的立場說 這個就是要維持現狀 他認為 他根據這個五項的 原則在處理問題 就是在維持現狀 也就是說 美國認為所謂的現狀 就是 一個中國原則 那他是 大體上狹隘的解釋 他說 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這一點美國是承認的 不管是在建交公報或任何場合 美國承認的 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換句話說沒有兩個中國 以前所謂的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1971年以前 或者1979年中美建交以前 共存的一個政治現象 美國不承認 其實全世界現在 也沒有人承認 所以美國就順勢講說 一個中國原則 當然是 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這是美國承認的 第二個 中國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國號 比如大清帝國 大明帝國 大元帝國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這什麼意思 他承認中國的 主權領土上面 曾經出現過的很多的政府 每一個政府都喜歡幫自己 取一個國號 但不管如何 都是中國的政府 中國土地上 只能有一個合法的政府 就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美國在1979年之前 認為 他當然沒有公開 或者正式的講 但至少從他跟 台灣台北的 中華民國 維持個大使館的 現實狀況來講 他認為在1979年之前 中華民國 是 中國的合法政府 是不是唯一的 當然美國 內部還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不過在1949年以前 中華民國的確是 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 在1949年以前 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但1949年以後 中華民國政府 自稱遷旗到台灣來以後 還是不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是合法的政府是不是唯一的 在美國 就產生很多爭論 全世界各國 有人認為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 大部分的國家是這樣 少部分的國家認為是 中華民國是 但不管如何 到了1971年 聯合國通過 中國2758號決議案之後 聯合國所有的會員國 都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 唯一合法的政府 那有人說 中國是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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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悠久的國家 我看 歷史學者沒有人承認 法律學者 政治學者 更沒有人承認 這樣的命題是可以成立的 一樣的道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個歷史悠久的國家 當然也不是 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 1982年所通過的憲法 他憲法的前年也提到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國家 那孫中山領導新愛革命 創立了中華民國 然後毛澤東 革命 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換句話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人民國 只是一個政府所取的國號 因為他的本體 他的主體 能然是中國這個主權國家 在中國人民共和國 人民共和國 ommt専門的